Alan深夜发文表示和狼队彻底决裂 和小胖产生冲突事件是导火索 小胖夺冠拿下FMVP依然改不掉他嘴臭的毛病 KPL夏季赛总决赛已经结束 狼队以碾压的姿势 战胜武汉Easter 狼队家属刺痛和赖神自然非常开心 而Easter家属橘子和Alan却纷纷破防 特别是在直播中的Alan看到花海被小胖打爆 更是气得说不出话 那为何Alan会在花海被打爆后会如此生气呢 事情还要曾准备在前一年开始说起 就在日前5号Easter选手Alan帮您拒绝到的绑架 也对他好自己心意也输 还把Easter的口号永恒荣耀 不灭星辰说了出来 看来他真的要和狼队彻底结恋 KPL的新观众可能不知道 Alan是狼队以前三连贯的工程 后来他和猫神一起转会到Easter了 按道理和老冬家和平分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为何这次火气这么大呢 总来说就是小胖嘴臭 事情是KPL夏季赛总决赛之前 Alan在叠分赛中遇到狼队小胖 没想到Alan的明世尹在开局就加了2技能 这导致前期明能帮助小胖防守野区 随后Alan也解释了自己手滑点错技能了 最后大家也没说什么 只不过小胖后来打红的时候 被对方的打野跟点击杀后 就开始打错的哥给明世尹不帮忙守野区 最后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后来Alan关麦也不和嘴臭哥吵了 结果换来的就是狼队粉丝爆破 随后才出现他深夜发文 和蓝队划清界线的事情发生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小胖有错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